另一個可以去看的股份是中堯董 現階段如果想去看你不想去買科技股 我覺得可以留在中堯董 因為近期看到他想做一個類似的圓形 有機會調整一點點 想找一些收息股的朋友 我覺得最終堯董可以留意一下 看看有沒有機會如果大市調整一點點 是否跟市場調整一下 可以在46至50元附近有機會可以收集一下 因為這些業務一來相對上穩健 二來息率十分吸引有法力流上 如果再跌低一點的話 息率去到半流上的話 防守性很強 一試鋒如果真的跌下來的時候 我相信整體的波動成果都應該是很大 才會令到這一類似的股份 會有一個很明顯的受到壓力 反而去收集這類似的股份 如果你真的想去收集一些股份 要去買進去 這些業務也可以做一個防守性 還有其實真的有一個不錯的業務的穩健性 也有一個回購的憧憬 當然那個回購什麼時候做 有什麼大力度很難估 但是你純粹看回它們的股份 和供食口來說 我覺得是一種可以擺進它的股份 去做一個找到意見的收集股 無論是供也好 或者是手也好 我覺得其實都會有選擇 在現階段來說 但是我以為你繼續看著 其實這幾天都應該會繼續波動 但是你想去撐的時候 你看看它有沒有機會 現後低撐完 因為你現在旗幅方面其實都是跌得相對上多 但是這些情況之下 很大機會是什麼呢 你烈盒低開完之後有機會 一些錢去買回去 就是一支向下面出來做一個低開 然後高走的一支揚軸 有機會是一個簡單的訊號 但是未必是這麼容易 但是因為你在意識之前 這點是要留意的一件事 所以如果未購買的話 又不妨在意識之後 你才再看看負資金的部署 但是如果你手上有資金的話 我覺得現階段又 特別是港股來說 反而是一個不錯的 如果你之前是MIS狀的反彈浪 特別是這科技的反彈浪 其實是給你一個機會 你可以有機會相宜一點點 你說真的很大 對回去 那麼多的話 我相信可能比較低 但是可能有機會跌回兩兩成 讓你慢慢去買回 都是一個不實為的一個機會